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鼓励大家不要把行销单位看成一个业主 很多的公司把行销单位当作业主 为什么 你去帮我设计一个博秀 因为我产展要用 这就是业主的角色 是吧 是不是很直白 你去帮我拍照 因为我们要做产品DM 要帮助业务销售 官网要上 这就是业主的角色 行销人还有单位主管 千万不要把自己看成业主的角色 因为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跟公司的营收有很大的帮助 我待会我会跟各位分享 我加入这家公司的时候 公司本来只要一个叫做行销处 那我跟老板说 如果你只要我来当行销处的主管 只是要做行销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不用找到我 那我们再做一件事情 我说我这个处里面要四个单位 第一个叫做 Corporate Marketing 面对IRPR 还有ESG Product Marketing 大家都公司里面都有产品 不管是任何属性的产品 Product Marketing 第三个叫Channel Marketing 我想每一个公司自己都海外办事处 甚至是海外分公司的据点 我的Channel Marketing的人 必须要daily跟这些海外分公司的Sales沟通 有什么需求 我会问我下面的人 说南美洲这个月有什么展 重点主题是展什么 需要什么帮忙 所以Channel Marketing的人要懂这些东西 Product Marketing的人要懂得怎么把 产品PM Technical PM的技术语言 包装成Product Marketing的东西 帮助业务去做销售 最后就是Corporate Marketing Corporate Marketing的部分就是IRPR跟ESG 这是一个很新的 也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工作 那我说我还有一个第四个单位 就是客户体验设计部 UXUI 也在我的单位里面 有点有趣 因为UXUI其实可以隶属 Product Line里面 或者是RMD里面 那我把它拉出来 原因是因为我希望我的客人 从在使用我产品打开那个UXUI 在OSD的画面的同时 到末端 到上了网站 拿到我的Bashure 打电话到我们公司总机接电话 这一块都是一致性的品牌体验 所以就会这四个单位 全部拉到全球行销处里面 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子的安排 好 那这个呢 做行销 我们做Branding 常常被老板问说 行销是很花钱的 能不能办公司赚到钱 那我过去两年 我们是203年前 我们是做Rebranding 那我就去检视 三年前的营收 跟我去年 我刚结算我的营收差多少 我2022年是55.4亿 对不起2020年 我去年结算是99.5亿 所以我几乎是两倍的成长 特别是在去 过去两年是疫情期间 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 我们内部也很激荡 就是外劳一旦中了 生产性就停 那我们又 大家也知道 两年前缺料 去年缺船 所以我们有内外交迫的 各种挑战 所以我们一一克服 好 那第二个数字很有趣的是 全球员工会有1300位 但是我们家的工程师 占超过一半 工程师这三个字 工程师这个生物 是一个很特殊的族群 特别你们这座品牌 会有感受到 要跟工程师谈品牌 谈沟通 要内化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对我们也是 我们有一半的都是工程师 所以这个数字背后的意义是这样 还有一个意义是我背后有一个母集团 叫做台达 台达在ESG里面算是职优生 你后面有一个职优生 一直在盯着你写作业的时候呢 你怎么办 你要做出一个适合自己的 一个ESG的计划 所以我们经过了三年的磨练 我们长出自己的样子 所以令约我来的时候 我说好 这是一个很好的议题 这三年我可以先讲一个 未来三年后 我可能再讲另外一个 因为真正要融入母集团之后 我们要做什么这样 好 金融瑞是什么样的公司呢 我们的产品师是做 全球的智慧安防 所以举帆从监视器 入口监视器 停车场监视器 车牌编制系统 到所谓的software VMS的部分 用软体的功能 AI的功能 来帮助安防 这件事情是我们目前 正在致力在做的事情 以前只卖产品 接下来就开始会融入 解决方案 我想这是整个硬体厂商的 转型的过程 这也是未来安防的趋势 好 那 我们的企业文化 其实四个跟 我想很多公司 也会有雷同的一个这样 企业文化 就品质速度透明团队合作 那我们在ESG的过程当中 我们E的部分 我们跟着采打2030 我们就要达到R100 你知道世界的规范是2050 我们是2030 我们要多了提前20年 好 再来温室系统盘查 我们也在做 我们也导入 我们有绿电 也太阳能板 也有导入 然后我们也在做数位转型 那S的部分 我们Echo 永续发展目标 我们自己有一个 叫做安全地图的系列活动 这个就是我待会 要跟各位分享的细节 那G的部分 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公司 治理的成绩出来 大家也知道 就是做ESG 那个scope太大 那个chapter有17章 各位怎么去选择 适合你们自己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 因为你都选 就会散弹打鸟 然后就是都不惊 那如果你都选一个 你会觉得 好像我的报导太少 那我怎么在 我的永续报告书上面 去呈现呢 在我进入我们的 这个主题之前 我先跟各位分享 我们怎么样把 这件事情定调出来 要从一场 没有实现的 敬弹活动开始 这个故事 两三年前的疫情 我自己很喜欢游泳 然后我都会去运动中心 去游泳池游 疫情期间全关 怎么办 各位有没有想法 想游泳你可以去那里游 太好了 我们是海岛的子民 我只能去海游 他说我也 我也很喜欢海游 我现在已经都喜欢海游 所以我去海游的时候 我体验过好几次的海沸 就是你游出去的外海 我大概都会游到外海 都两三海里的左右的时候 那个海沸来的时候 你会吓一跳 那个惊慌 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体验过 我看过两种海沸 一种是漂流物 一种是叫做塑胶围力 我还以为我被水母包围 结果不是 是一堆塑胶围力包围我 然后我不敢换气 因为你换气就会进到嘴巴里 所以就只能就生钱 然后离开那个范围这样子 好 所以呢 当大家在做ESG 刚刚DTG有分享 再往前叫做CSR CSR再往前 其实就是大家以前的企业家 叫公益 社会公益 那我们以前金瑞也做社会公益 做什么 我们会去年底的时候 Christmas的时候去捐献物资给育幼院 这个我想大家都可以做 我们家的管理委会社区也在Christmas的时候也在发这个活动 所以我就跟老板说 我们只有有限的资源 我们要做unique的事情 而且是对这个社会有帮助 所以大家在谈产品叫unique setting point 我把这个unique发挥到我做行销的所有的principle上面 我跟他说 我们家管理委会也可以做送这个 那我们很容易就被取代了 而且这个价值好像也没有 那老板就说 那还可以干嘛 我说 敬滩可能是个很好活动 我打电话去 我们就设定要基隆某个海滩要去敬滩了 我打电话去北关处 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 一年有52周嘛 好 各位想一下 这个海滩 一年有几场敬滩 可以给我个数字 Roughly都可以 一年有52周 有十有五十对 好 北关处告诉我 我们一年有52场 所以我记得我那时候好像是四月份打 他说你们要排 可以要排到七月份 可以看有没有 就是你排候补七月份啊 然后我想说 哇 原来静谈也这么多人做了 所以海飞这件事情 目前我不是说大家可以丢宝特饼 好像不是我unique可以做的事情 好 那我们能做什么 我们的产品就是安全监视器 安全监控产业 好 那我们对面有一个 我们公司就在我们公司 我们在综合 对面有一个很大的眷村 有几百户 这个眷村是很大的眷村 那我们就想我们何不注重在chapter eleven 就是永续成乡这件事情 我把我的邻里关怀做好 大家就会说 原来你是精锐的员工 你停车 停车位我让你停 周围的美食小吃 你是精锐的员工 我们给你打个几折 但是你的员工会在这样子被赞赏 被认可之后 他会觉得他在这家公司工作 其实是予有容颜的 你作为品牌内化是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一页群是怎么跟品牌内化挂的 就是这样 好 所以我们就设定了 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就叫做安全地图 我们帮对面的眷村 我们组成了一个叫精锐特殊队 因为工程师 我刚才提过 是个很特殊的族群 跟他说我们要来做公益 我们可不可以只捐东西就好 我跟他说我们要去解任务 密室逃脱 玩过吧 工程师们 有序哦 好 那我们就去解任务 所以我们会有特殊队 所以我就在 我在我们对面的那个区 我们其实跟里长也谈过合作 就是这个他很欢迎 我们就是找 把我们的工作室分组 去普查整个眷村 有哪一些安全时角 那有一些安全时角 你要互相搭配 摄影机的镜头的广角 是不是照得到 一般人那里有庄就OK 其实他的广角不够广 原来我这样才是比较大声 他的角度不够广 所以看不到该看的事情 甚至是案发的时候 掉录影带掉不到 另外一种是晚上发生事情 那里就暗的时候说 所以没有装IR 也看不到 好 所以我们就透过我们的工程师 做了普查 对不起 做了普查 然后定义出来 有跟车辆真道的 视觉死角暗向的 可以掉落的危险物品 这个是跟人有关 因为某几户有精神障碍的 那个住户 如果你在他们楼下 太靠近讲话 他会以为你要想要对他 怎么样 他会往楼下丢东西 所以各种的安全时角都会发生 所以我们就做完普查 普查完之后 我们就捐了我们的监视器 甚至我们告诉大家说 你的旧有监视器 该怎么做调整跟维护 比如说你应该再往左转个几度 往上涨个几度 才会整个 那个监视是完全的 那真的 我们定义出几个死角 而且又没有监视器的时候 就由我们公司 派工程师去帮忙安装 这个是我们做的第一步 就是把零礼的做完 那就是做一个这样2021年的一个活动 可是做完之后 其实如果你们品牌 内外开始做的时候 你们会发现遇到一些挑战 公司就说 那你们22年有什么任务要结 好 我们就被推着走 其实没有 我们其实早就计划好 2022年要做什么 好 2022年我们就到一个 龙潭的一个教养院 这个挑战更大了 叫做安全地图策划命令 你们各位有没有感觉 这个一系列其实是有主题的感觉 而且是有连续性的 所以我们做品牌一定要一致性 所以 我们做了这个启示教养院 我们本来以为是去 启示教养院 一样监视器就结束了 而且启示教养院的范围更小 应该更容易 其实难度更高 我去的时候 我本来以为是容易的 可是我去完 因为活动前 我就亲自带我的团队去访谈 那个安康教养院的院长告诉我说 他们这些院生 平常就被送来这里住 一年365天 是不回家的 然后没有人来看他们的 他是被亲人遗忘的一拳 什么时候会来你知道吗 两种可能 好的亲人就是过年来 吃个年夜饭 然后下次再见 一年后 另外一个从来不来 什么时候会来 死掉或者他意外受伤 就会来跟你求偿 那时候家人就会出现 他们就遇过一个案例 很可惜 那个案例是最极端的 他听我们说 他们有一个院生 三个障碍 智障 厅障 市障 从二楼掉到一楼 可是 他说 我说怎么发生 他说 我们通常都有保育员在旁边 但是保育员那天 刚好正在发午餐 他就从他的背后走过去 慢慢地摸索的墙 慢慢地摸摸摸摸摸摸 然后就从楼底滚下去了 这个距离多短 你知道吗 两公尺 教室门口到处去 掉到楼 只有两公尺 我说 他在这边住了十几年 他怎么还会发生这种事情 他说 可能他昨天晚上没睡好 他认为他习惯了摸索的空间 就是这样可以到厕所 他也没有去麻烦保育员 所以就这样摸摸 最后到了一个路口 就下去了 好 有这么多的挑战 所以我们就一一地访谈 每一个院生的困难点在那边 这个医院院需要被什么帮忙 所以我们就有 各位可以看一下 安全层面 其实有这一些安全层面 需要被克服 生活层面也有 也有一个同样的生活层面的困难 所以我们也做这样的统计 最后我们做了什么事情 我们就是开始把我的工程师 我们一样带去解任务 而且这次是更踊跃 更踊跃的意思是 我们的人数 参与的人数又更多 然后我们在分组的时候 甚至有人就说 公司怎么这么小气 才捐个几台 我们自己产品线我们再捐 我说你不但不用到行销部门的预算 还自己用产品线的产品来捐 我真的就更好 这就是一个品牌内化的过程 让公司的员工可以来参与 然后余有容颜的来解决问题 那我想我用一段影片来带一个这个结论 然后再加上兄弟姐姐自己 有家庭支援 就算很高度就把她送过来 所以我们在安全上面 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觉得蛮幸运遇到你们 跟我说要带三级的专业脑袋来 然后叫我们尽量寄出我们的问题 只要够安全 那安康的所有的人命都可以被守护着 我们也差不多长得十年 所以终于能够在这边安定下来 公司的企业精神是诚信关怀创新当者 那我们就一直思考怎么样让关怀这件事情 然后能够落实在公司的文化跟我们的产品 跟我们提供的服务上面 那今年我们知道安康这边有更多的需求 所以我们想要透过我们这次同仁的专业 来提供安康有更安全的一个生活环境 如果该经过这个隆地区域的运生 你们这样的考虑能点 只有这一位还是那个 假设那个镜头它只是比如说看得出人形 它可能比如说像热成像 它就是一个人形这样 应该就没有 这我没有想过 我倒不觉得这个是可以的 内部在招募这个活动的时候 其实已经是很踊跃的爆门 而且跨不同单位 所以我们可以在软体跟硬体上 给安康这边比较多的建议 这次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 安康这边然后去体会一下目前就是院友们 就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地方 我们可以帮助到的 很开心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整出工作的店 更接近的使用者 就是我们不能在现场帮忙找他们 但是我们可以用专业的距离来帮助他们 然后让那些人生可以过得更开心 那个墙壁会不会翻过去的安全问题 这边解决办案就像黑人讲的 或许可以装那个陪圣桌子的 那就不一定的 要先谢谢就是精锐的伙伴们给的一些建议 他开启了我很多 我过去没有看见的一些观点 或者是方式 那我相信院生们在生活空间上面 可以得到更好的守护 透过我们的帮助 它可以重视到我们提供的 其实是第一个部分就是安全 那安全的环境 安全的他们的场所 他们后面的监控 其实是会降低他们在监控上面的 负面的观感 刚刚先来的老师有提到就是 他们一听到洗澡 就可能就马上过过去 那这个时候摄影机 在那边一穿过去 就是不会有浮湿的问题 那我们的想法就是 比如说我们这边可以这样加一个 那软体可以把肉身的部分 马上的开启 那我们一向希望能够让技术结合意用 那相信借由这次的机会 那未来对我们公司的技术发展 或是产品的开发 也会更落实到社会的需求 也希望能够带领这个安房产业 能够落实到社会的永续安全 最后就要谢谢金睿的伙伴们 谢谢你们 也很谢谢他们这次 抽一整天的空来参与这个活动 好 这个就是我们做了一个花絮的剪辑 分享 那不管是线上朋友 或是现在手边有手机有朋友 你们也可以搜寻数位时代 然后精锐 这样的报导在这几天有出来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更多的细节 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分享的 有关于ESG跟品牌内化相关的一个案例 那也谢谢各位 谢谢